第二十题,如右图所示,左方的滑轮组半径皆为5公分,抬起20公斤重重物,至少需施力F1。 右方的滑轮组半径皆为10公分,抬起20公斤重重物,至少需施力F2。若忽略滑轮重量与阻力,则F1与F2的关系合者正确。 用简单的想法是,老师在教滑轮的时候,从来没有提过滑轮的半径有什么影响,所以显然我们是5公分或10公分是没有影响的。 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,我们看到这里有个20公斤重的东西,上面有两条是拉它,所以一人出力一半,所以要出力10公斤重,然后拉过来表示F1就是10公斤重。 那么右边的这个也是一样,有个20公斤重向下,一样是两条绳子拉着它,所以一人出力一半,也是要出力10公斤重。 顺过来就表示F2也是10公斤重,所以就是F1跟F2,F1跟F2是一样大的。 因此我们的第二次提问,则F1与F2的关系合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A,F1等于F2。